您好,欢迎您步入Mac学院的BotoWeb开发课堂 这节课的学习主题是内建模板引擎基础 其主要内容包括 在HTML代码中嵌入Python变量 在HTML代码中如何嵌入Python代码 首先我们来学习如何嵌入Python变量 如果我们要使用Boto的内建模板引擎 必须首先导入内建模板引擎的助手函数 这个助手函数就是Template 那么导入的方法就是使用fromPotoImportTemplate 导入Template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Template这个函数来使用字符串 在字符串中嵌入Python中的变量 并且Template函数会将这个字符串进行处理 并将Python的变量替换到这个字符串中 这就是这个助手函数Template它的作用 Template这个函数不仅可以替换一个变量 我们也可以替换多个变量 其替换的方式就是为Template这个函数 提供多个关键字参数 其中这里面的Name就是一个变量名 而后面的参数就是一个关键字参数 第二个实例是用Template的函数 为这个字符串中提供两个变量的替换 这两个变量替换呢 我们采用一个字典 然后呢利用拆分 将字典拆分成了关键的参数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替换掉这里面的值了 下面我们来看实例 首先我们将用Bottle这个框架 所写的最基本的Web复习程序另乘一份 让它重新修改一个名字 由于我们这里面需要使用字符串来进行替换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程序中 首先定义一个字符串 比如我们要替换一个变量 这是利用Template函数要处理的这个字符串 下面我们首先再导入Template 在这个网站程序的主页中 我们添加 使用Template函数 这个HTML变量就是代表要进行替换的这个模板 这个时候呢我们将这个修改成为一个动态的URL 这样呢我们就需要在业务函数中添加NAM这个变量 给它一个托使值 我们保存这个程序 启动命令提示符 进入程序目录 运行这个网站服务器程序 这时候这个服务器程序已经启动 打开浏览器 输入地址 比如这里面的名字 我们随便用一个名称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本来Template所处理的这个字符串 就是hello 后面呢用两个双发括号 括起来的NAM 这里的NAM就是要进行替换的变量 当这个业务函数运行时 NAM获取到了LILI这个名称 那么此时Template函数运行 会将这里的NAM替换为 所匹配到的这个变量名称 这个变量值就是LILI Template这个助手函数 不仅可以替换一个变量 也可以替换多个变量 比如 输出我的年龄 此时我们在业务函数中 直接加入年龄 可以用来模仿 从客户端进行的输入 由于这里面需要两个变量 所以我们将H也作为关键值参数提供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我们刷新 可以看到第二句已经输出 那么此时呢 Edge是一个整形 Edge被替换以后会变成字符 然后呢直接输出 当然我们在这个助手函数中 还可以引入浮点类型的数据 比如 这是体重 体重呢我们可以使用浮点型数据 我们在这里面 输入 其中 保存这个程序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我们看到 这个34.5作为负典数 也可以使用变量替换的形式 在Timeline函数的作用下 取作用 这里的变量替换 还可以实现 Ison数据类型中的 复杂的结构数据类型 进行替换 比如 Ison数据类型中的列表 圆主 四点并可以在这里面实现 变量的替换 下面我们看一个实例 首先我们在模板的字幅串中添加 我们在业务函数中 定义Cose这个变量 为一个列表 然后呢 我们在Template这个 函数中将这个列表作为关键的参数 传入这个函数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已经测试 直接刷新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这个列表被直接输出 而且呢 它输出的格式就是列表的类型 当然如果这个列表我们换成圆主和字典 一样呢可以进行变量替换 这里呢我们就不再举例进行说明了 在Bottle的这个内建模板中 还可以在变量替换的同时 调用内建函数对变量进行类型转换 比如这里面的体重呢 是传入的是float 也就是浮点类型 我们可以将它转换为整形 在替换的时候 比如 此时我们添加RNT函数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原来是34.5 被RNT函数转换成为了整数34 那么当然如果你自定义了一个类型 也可以在传入的时候 调用这个类型的方法 比如 我们先定义一个自定义类型 的话 这就是 在浏览器中进行与 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在浏览器中进行的 调用 可以看到 就是 在浏览器中进行的 在浏览器中进行的 对这个类型定一个自己方法 让它返回 接着呢我们将这个类型的业务函数中进行实力化 然后我们在模板测算中添加 将这个实力变量传入模板函数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 此时传入的是MyTestPlus 它直接输出了这个类的类型 那我们调用MyTest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直接调用这个方法 保存这个程序 在浏览器中进行刷新 看到输出的是一个圆组也就是00 当在模板字符算中有多个变量需要进行变量替换时 此时呢我们在传入参数时显得呢很复杂 也就是在这个参数列表中要提供多个这样的参数 有时候呢我们为了方便就是将这些参数收集在一个字典中 然后呢利用拆解字典的方法将它提供为关键参数 比如我们这里面可以这样做 将这些参数一律转化为字典 然后呢在传这个参数的时候直接对字典进行拆解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它的输出结果和原来是一致的 那么这样呢就是方便我们在业务函数中进行数据的相关处理 并且呢很简单的将它传递给这个模板函数 在BOTO所提供的这个模板函数中 我们进行变量替换的时候 它呢自动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防跨战攻击的这么一个功能 也就是呢如果我们所提供的这些参数里面 它的值是字幅串 并且呢包含有HTML代码的时候 它会将这些HTML代码进行呢自动转移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比如我们将这里的字幅串 写入一个HTML代码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它的输出就是一个字幅串 而不是HTML代码 如果我们在进行字幅串替换的时候 在它的前面增加一个感叹号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此时呢它就不会对这个HTML代码进行转移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这个French已经成为了链接 在以上的这个模板函数中 我们进行了多次的变量替换 而Botos所提供的内建模板中 还支持嵌入Python的代码 下面我们看如何在模板中 我们嵌入Python代码 第一种呢就是以百分号开头 嵌入单行的Python代码 那么这种单行的Python代码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定义变量 定义匿名函数等等 第二呢就是我们嵌入多行的Python代码 这时候呢应该以做监括号 百分号开头 然后呢结尾呢应该以百分号 又监括号结尾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嵌入多行的Python代码 在Python的内建模板中 这两种符号被用于特殊的符号 但是当它出现在HTML内容当中时候呢 说不再去手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否则呢前面我们用反斜杠 来对这两个字符进行转译 这样呢它就被当成是 直接的网页内容 而不会作为这两种特殊的符号了 那么第二个我们看一下 如何嵌入HTML代码 这种Python有机 我们来写 这一种方式是IF语句 那么这个IF语句呢 我们在前面讲了 是一单行的Python代码 所以呢我们用百分号开头 后面接上IF语句 紧接着是HTML代码 比如说这中间可以插入一行 或者是多行HTML代码 但是呢由于这个是在模板当中 而不是真正的Python代码 所以这个EF语句接触的时候 我们要用百分号按的来表示 这个EF语句接触了 同样呢我们也可以嵌入 Fall语句和Wire语句 最后我们看一下 在嵌入Python代码当中的 空白的控制 也就是行为用双斜杠 表示不转行 这种空白控制 主要方便我们在模板当中 将需要在一行当中的HTML代码 写在多行 方便在模板当中进行观察 或者是阅读 而在输出的时候呢又输出比较整洁的HTML代码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在模板当中嵌入Python代码的实例 比如我们需要在这个接物函数中 输出用户所查询得到的分数 一般来说用户查询得到的分数 都是从数据库当中得来的 这里我们为了简化这个业务函数 我们不再查询数据库 而将分数直接放到一个字典当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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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这个变量 以字典的方式传入某版函数中 然后我们在某版中来输出这个分数 我们以表格的形式来展示用户查询得到的分数 首先输出表头 然后我们用话语句来输出分数 这单行报语句说明使用2%开头 这时候我们输出html代码 输出科目我们用变量替换 输出分数同样要用变量替换 报语句接触我们用百分号按的来表示 输出开补的接触标签 保存这个程序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正确的输出了分数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业务函数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我们查询得到的分数是不存在的 那么可能myscore这个时候它的变量值为num也就是不存在 那么如果我们这时候用for语句来变替它 那么此时就会出错 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在这个for语句的前面或者是它的外面加上一个if语句来进行判断 如果正确的话呢 或者说如果分数具有的话 我们就进行输出 否则呢 我们就不输出上表 就直接输出 你还没有分数 或者说呢 没有查到分数 此时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判断 在type的外面 我们用if语句来进行判断 也就是if myscore不为空的话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输出这张表 百分号 用else 来输出为空的情况下 输出什么内容呢 我们就输出 没有查询到分数 同样我们用百分号and来表示if语句的接触 这个时候我们保存程序文件 刷新 还是原来的这个值 那么因为呢 这个分数 它还是原来的这个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将myscore重新复制为空的话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刷新 可以看到它输出的是没有查询到分数 那么这就是在模板当中 我们可以使用单行的 或者是多行的 fison语句 今天安排的作业很简单 就是使用这个模板 来进行输出 那么修改呢 前面的登录项目程序 当用户登录后 显示用户名 未登录时候呢 显示用户未登录 请不吝点赞